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被称为是川普期中考试的美国期中选举结果出炉了 参议院跟众议院分别是由共和党以及民主党拿下 虽然说民主党如愿收复了众议院 但是在各州参议员以及州长选举当中 共和党还是保有优势的 而且共和党也守住了几个关键州地区 对于共和党来说似乎是小输为盈 川普也发表了过关宣言 他认为选战大成功 美国期中选举落幕 一如外界预期 民主党在众议院抢下多数席次 不仅是绝地大反攻 更急迫了川普的完全执政 今天比较关于民主党和民主党 是关于共和党的计划和平衡 对川普的政策 民主党虽然在众议院的435席中 拿下跨半数218席以上的席次 是八年来首次掌握众议院 但共和党还是保有参议院多数席次 形成分裂国会的局面 虽然输掉了众议院 川普还是认为取得了胜利 白宫幕僚也力挺老板到底 我认为总统不幸运 美国人在美国协议院 那是很奇妙的 实际上是历史的 这只发生了八次 在最后八十年之后 所以美国人在美国协议院 是真实的信仰 认为很多选举的选举 要是国内的选举 人们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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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在选举自由和自由市场 这次民主党掀起的蓝色浪潮 却没有引起真正的反扑 但对川普来说 民主党掌控了众议院 不仅在推动立法上面 会受到阻碍 众议院也可能会直接 对他进行调查 又或是发动弹劾 民主党重新掌握众议院 但川普丝毫不认为 这就是代表考试不及格 其中选举过后 川普召开记者会 赞扬自己的丰功伟业 把共和党在参议院的获胜 都归功于自己 川普嘴上说的取得完美的胜利 还说跟民主党也许会有好的合作 但面对长期早就有夙愿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记者的提问 川普不仅拒绝回答 有关中南美洲移民 以及通俄门事件的相关问题 更是火力全开炮轰记者 川普在记者会后 更火速开除了 司法部长赛森斯 根据外媒报导 司法部长在通俄门调查中 自我回避 因此得罪了川普 而这也是其中选举后 川普政府高层最早的人事异动 这次选举 民主党的蓝色浪潮 没有大幅胜出 但也取得了国会制衡 将来美国不再是 川普一个人说了算数 记者综合报导 这场可以说是 美国政坛几十年来 最重要的一场选举写下了许多的记录 包括了首度出现的女性穆斯林议员 还有男同志州长等等 另外也可以看见 充满着个人魅力的候选人崛起 隶属民主党的欧洛克 他虽然最终是落选了 但是他的高人气 已经有支持者开始力推他 参加2020年的总统大选 其中选举结果出炉 由现任议员克鲁兹 以为辅领先 击败民主党新秀欧洛克 为共和党守住德州关键一席 但让我告诉大家 在他的选举 所有的人都被吵架 我也是你的总统 我的财务是 每个德州人 虽然在关键州胜选 但克鲁兹这次 却意外选得辛苦 因为德州 向来是共和党的铁票区 但身为民主党的欧洛克 这回在选前 异军突起 民调急起直追 一度让对手陷入苦战 46岁的欧洛克 曾是庞克乐团的议员 他玩滑板 而且善用社群网站 与选民近日里接触 更亲自开车 跑遍德州 倾听基层新生 让他获得大批年金族群力挺 甚至连美国乐团天后 毕昂斯也公开表态支持他 虽然这一次落败 但他的超高人气 已经有支持者 开始力推他 参加下一届的总统大选 总统大选 你能说明天 你会不会成为总统大选 你会不会成为总统大选 我不会成为总统大选 谢谢 我觉得这些词得最终的 除了他以外 这场被视为美国政坛几十年来 最重要的一场选举 也创下许多记录 29岁拉丁裔政坛新人欧加修 以鲜明的左翼自由派政见 顺利当选纽约州联邦参议员 创下史上最年轻记录 另外受到川普习惯性的性别歧视言论 以及层出不穷的职场性骚扰 这次选举女性力量大爆发 进去众议院的女性候选人 不但创历史最多 拿下的席次也创新高 两位穆斯林女性都顺利入主众议院 跨性别族群也各有斩获 科罗拉多州民主党籍波里斯 成为史上第一个 以公开出柜身份 赢得州长选举的人 另外看萨斯州的戴维茨 则成为第一个原住民女同志众议员 少数族群前进国会 除了展现美国社会多元特色 也成为这次选举亮点 记者综合报导 不过美国社会最近 真的是一点都不平静 加州的牵象症发生了枪击事件 有一名枪手 他闯入了酒吧之内 开了至少30枪 造成了数十人受伤 以及包括了枪手在内 共有13个人死亡 其中一名死者还是警官 而根据初步的调查 枪手为28岁的退伍 海军陆战队员 他可能是患有PTSD 也就是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而枪手扫射之后呢 也当场就自强身亡 但是目前他的行动动机 还是不清楚的 美国在今年5月份片面撕毁了伊朗核协议之后 在11月5号也正式重启对伊朗的全面性经济制裁 美国总统川普他更直接放话表示 这是史上推行的最强制裁 目标就是要让伊朗的原油变成零出口 这也势必会造成国际油价的震荡 但是美国同时也宣布了 台湾等八国可以暂时豁免 继续向伊朗进口石油 川普话说得很直接 伊朗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美国自5月片面推出伊朗核协议后 在台湾时间11月5号正式宣布 重启对伊朗的全面性经济制裁 包括石油 货运以及银行业 都受到严厉的限制 这也是对伊朗史上最严重的制裁 美国在今年8月针对伊朗的金属 货币 汽车 航空等领域 祭出第一波的制裁后 现在又加码打击伊朗 宣布对50家银行 以及跟能源业有关的货运船只 还有超过65架的伊朗飞机实施制裁 数目达到历年来最多的900项 并且这次美国锁定的是石油销售以及银行体系 但也宣布有八个国家拥有暂时豁免权 包含台湾在内获得了豁免权 但这个状况在未来可能会有改变 白宫国安顾问波顿就表示 豁免不可能是永久性的 虽然美国祭出新英伦的制裁 但伊朗总统罗哈尼也强硬表态 制裁宣布后伊朗也立刻进行 为期两天的军演展现反美的决心 伊朗民众也聚集在街头抗议 不仅焚烧美国跟以色列的国旗 更大肆破坏川普的图像 还高喊美国去死 美国跟伊朗双方态度强硬 川普更在制裁生肖前 就在推特上放上了模仿美国知名影集 冰云火之歌中的海报 还把名言领东将至改成制裁将至 这也让整场制裁更像是川普的 个人政治大秀 记者纵则报道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加强了 边境的守卫要防堵移民 但是大批的中美洲移民 还是没有放弃他们的美国梦 持续前往美国 目前他们已经到达了墨西哥的边境 并且在当地所提供的庇护所休息 不过因为路途遥远 再加上身心俱疲的他们 现在是只要发现有顺风车可搭 就会蜂涌而上 场面相当惊险 看到车子就往上跳 这不是电影场景 而是一幕幕真实在墨西哥上演 这批就是来自中美洲的移民者 他们在墨西哥南部 顶着高温 长途跋涉 所有人的身体都开始吃不消 但他们说我们要达到 因为目标是到全国的团队 到全国的团队 全国的团队 因为他们要把他们的心 和孩子们都会在一起 累的时候就洗地而睡 还有人沿途贩卖生活杂物 来换取微博的车资以及食物 虽然墨西哥当地政府 答应会提供巴士 但说好的巴士始终没出现 一觉醒来发现期待落空 数千名移民渐渐失去耐心 不少人筋疲力尽 还有人生病 情绪瀕临崩溃 这些移民的新鲜 只希望这趟北上美国的路途 能够走得轻松一些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却没在听 川普策定这些移民大军是被人煽动而来 指控他们是犯罪份子 甚至还语助亲人的说 如果移民向美军丢石头 军队可以开枪还击 但移民者的诉求却不乏悲情 大家追逐的 不过是实现美国梦而已 先生 总统 我们在这里 我们是澳大人 我们是人群人的工作人员 我们想让你所有的心 都在抗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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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过未来 为什么 在北上途中 当地居民自告奋勇 提供食物和衣服 让不少移民找到力量撑下去 不过目前人未确定 他们要以美国哪一段边界 作为最后目标 最终是否能成功踏入美国 仍是未知数 记者综合报导 台湾在秋冬之际 雾霾特别的严重 有些地方甚至看不到蓝天 世界卫生组织WHO 发布了最先的报告指出 全球每年有700万人 是死于空气污染 这当中就有60万名的儿童 而且目前全球大约 还有93%的儿童 健康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空气污染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呼吸的空气到底有多脏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报告指出 全球每年有70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 光是在2016年就有大约60万名的未满15岁的儿童 因为空气污染而死亡 如果一位女士充满污染 那么预测的危险 预测的危险 是很高的 除了那 孩子会在很小的预测 之中 但高收入国家仅有52% 这也代表贫穷国家的孩童 受害程度也远超过已开发的国家 空气污染就是看不见的杀手 致命性不是一朝一夕 马上可以看出来 而且呼吸就是它入侵的时机 这些直径小于2.5微米的有毒颗粒物 也就是俗称的皮尔2.5 随着你的呼吸 直接进入支气管跟肺泡 它们被吸收后 会先损害血红蛋白的输送氧能力 进而引发全身的各系统疾病 看不见的杀手 慢慢夺走我们的健康 WHO也呼吁 世界各国政府应该要减少使用石化燃料 并建议学校跟游乐园 要远离废弃较多的道路以及工厂 目前全球还有大约93%的儿童 面临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 抢救西纤空气 抢救孩童健康 刻不容患 记者综合报道 搭飞机的时候 坐舱看起来很整洁 但其实表面干净 里面却是暗藏着病菌 加拿大的媒体就进行了调查 从18个航班上 采取100多个样本 送给微生物学家来分析 更根据这个结果 坐成了飞机最脏排行榜 到底飞机哪个地方最脏呢 带你一起来看看 搭飞机虽然不一定舒适 但坐舱内看起来也算是整洁 可是眼见真的违平吗 坐舱内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脏 三个航空气 18个航空 超过100个测试 我们找到所有的 从工厂、盐料、锅 甚至E.coli 航空气 加拿大媒体进行实际调查 在西捷、加拿大以及波特航空上 透过擦拭物品表面 搜集到18个航班 共100多个样本 再交给微生物学家进行分析 坐舱 桌桌 坐舱 坐舱 洗手机 放置水盆 再桌子 自己 myös表達报道 飞机最脏的地方到底是哪里 连节目请来的前空服员都受不准 我说是石头 我说是洗手机扇 我说是冷卖桌 我说是冷卖桌 样本结果坏厌出炉 原来这些地方充满着 肉眼看不到的各种细菌 我们来到第五位 冷卖桌下 第三位置我们的冷卖桌 有很多人在飛行桌上使用桌桌 所以你當你找到桌桌桌的什麼? 第五名跟第四名分別為安全帶跟餐桌板 而乘客吃飛機餐一定會使用的餐桌板 在上面竟然發現了大量會讓人長濃包的 金黃色葡萄球菌 這是什麼? 這是桌子 你看看你的眼睛 你知道我們那裡找到嗎? 在桌桌上 這是桌子 對 你找到桌桌上嗎? 很癢 我不會再睡在那裡 分析結果出來真的是嚇壞了不少人 但更髒的排行還在後面 第三 洗手間 洗手間雖然是病菌滋生的熱點 但卻不是最髒的地方 洗手間雖然是病菌滋生的熱點 但卻不是最髒的地方 洗手間雖然是病菌滋生的熱點 但卻不是最髒的地方 這就是桌子 我們也找到了E.coli 所以我們要試想想 怎麼會進入菌滋生的污染 乘客前方的植物袋竟然排行第二名 而且分析後還發現 植物袋出現了大腸桿菌 但為什麼飛機上會有代表糞便污染的大腸桿菌呢? 植物袋 說我之前找到用了植物袋 所以我用了植物袋嗎 用了植物袋 然後你說 植物袋 在植物袋 對 植物袋為什麼是排行最髒的雅君 答案似乎已經出來 除了嘔吐袋之外 連尿布或是用過的私人物品 全都丟到裡面 這也難怪植物袋會那麼的髒 結果出爐 頭部靠枕竟然是最髒的地方 上面驗出龍血腥鏈球菌 如果臉部有傷口 接觸到這類細菌 可能會造成感染 但為什麼飛機坐艙會如此的骯髒 難道都沒有打掃嗎? 這不是為了健康 而是為了衣服的意思 是為了健康 健康 健康 前空服員坦承 飛機上的清潔 不是他們的優先工作 而且他們的確沒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幫座位消毒打掃 病毒專家則建議乘客 搭飛機時不僅要勤洗手 最好也攜帶消毒紙巾 清潔座位周遭 好好自保 記者綜合報導 美國有一家市值超過上億的糖果公司 是以販售不會讓你蛛牙的棒棒糖而聲明大造的 不過更引人注意的是 這名公司的執行長竟然是一名 年僅13歲的少女 目前全美國就超過7500家商店上架 光是今年的零售額就上看新台幣1億元 棒棒糖是許多人童年的最愛 但因為會蛛牙總是被警告不能吃太多 不過現在這個問題被美國一名13歲少女破解了 滿臉志氣模樣還戴著牙套 完全想不到她竟然是糖果公司的首席執行長 靠著銷售不會讓你蛛牙的棒棒糖聲明大造 而最初的點子竟然是她在7歲時想到的 我當年7歲時想到的 我當年7歲的時候 我跟爸爸一起去銀行 銀行員提供給我一份 我爸爸說我應該不需要糖果 因為你的鼻子很害怕 所以我問他為什麼 我可以做一份健康的鼻子 那是我的鼻子很害怕 不只停留在想 她還採取行動上網找資料 還用自家的烤箱進行上百次的實驗 終於在她9歲時 研發出以天然帶糖為原料的糖果 不但標榜不會蛀牙 還可以減少吃糖所導致的牙菌斑 以及口腔細菌 這並沒有關於賣錢 或進行銷售人 這並不是關於幫助家人和孩子的笑容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 製造成孕育的血液 這就是美國的最大的疫情 在美國的最大的疫情 不僅如此 公司還開發出一款 不會傷害牙齒的太飛糖 特別深受小朋友喜愛 目前產品在全美超過7500家商店上架 今年夏天還登上亞馬遜的樂銷榜 小小年紀就有如此成就 也讓不少媒體紛紛找她上節目 你絕對超級美麗 我想祝你們 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享受咖啡 並繼續在你做的成果 最初靠著7500美元的創業金 如今公司每年能賺進200萬美元 約6000萬台幣的利潤 他的父母表示 沒有包袱 對任何事都充滿好奇心 就是成功的關鍵 未來將繼續鼓勵女兒 朝這條路走 全力協助她完成想做的事 記者綜合報導 好的 今天的英文關鍵字 待會我們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美國的其中選舉在本週落幕了 本來是擁有著全面執政優勢的共和黨 這一次只保住了參議院 而時代雜誌的標題就是這樣寫到 Democrats win the house house這個字 我們平常說這是家 這是房子的意思 但在這邊的意思就是代表著 美國的眾議院 因為美國眾議院的全名就是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所以簡稱為house 而這個標題的意思就是說 民主黨贏下了眾議院 不是贏了房子 我們目前為止 一開始 進步 入行人的角落 從全身不論 出行人的角落